Hello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 今天咱们来说一下最严谨的预言家门塔 对于2022的每个人的命理的预测 关于废陀占星术 咱们频道的小伙伴们也都不必多言 信不信全有你把控爱不爱 全有你操纵 大家都知道 包括曾经的苹果的乔布斯 猫王滚石乐队等等 为了创作都专门的到过印度 也包括现在的比尔盖茨 也是为了神奇之道而疯狂的实践者 对于印度的经法 咱们也是最熟悉不过了 以唐朝的玄奘最为出名 那么到底门塔的2022解说怎么样呢 大家自行判断和学习 就当是咱们频道给提供的 就是一个大过年的 一个茶余饭后的有趣的故事 最滑上産菜 门塔首先做了一个澄清 即很多的占星家对于命理学 也有很多的误解 误解之一就是 命理学是西方占星术的一门学问 他说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印度 印度的占星术或者是废陀占星术当中 有一个分支就叫做 安卡撒耍 数字命理学 在这个分支是实践的非常棒的 他说 大家知道吗 繁语的所有的字母都有数字有关 不仅如此 这些数字还与行星有关 你会惊讶的知道 当我们给某一个人或者叫某一个孩子取名字时 我们会有16件的胜利 其中之一就是起名仪式 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应该怎么起呢 他说 当占星师们仔细研究这个人的出生 以及要给他的起的名字的时候 这个名字就是从数字命理学上看出来的 关于这个名字如何适合那个人 人们一直在练习和寻找正确的方向 占星大师讲 我们不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 未来会发生什么 即使我们的感官和智力有限 我们甚至不知道某件事是否值得去做 但是在占星术大师的帮助之下 给孩子起一个名字 让他们能够过上好好的生活 这是我们的宗旨 他们将能够完成他们自己一生的使命 现在基于古代大师克里希纳和巴拉姆的 数学命理系被命名 在这个戏中也有日识 在这个戏中他讲还有数字和命理学 在这个数学戏中 瑜伽意味着加法 安踏意味着减法 加难意味着成法 八斩意味着除法 平方平方根和繁语的所有的字母 它们与数字都有着一定的关系 门塔讲 这些在古老的经书当中都有论述 随即他给出了今年的数字命理参考 2022年1到9数字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看看大家这一年的命理到底是什么样的 都有对照 门塔说 记住 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基于废托占星命理学的 让我们谈一谈第一个数字 如果你出生的日期是第一天 第十天 第十九天 或者是第二十八天 他所说的是在每一个月的这第多少天 那么你将是被称为是一号人物 对于你来讲 2022年将介于平均水平和挑战之间 四月前的时间对健康很有好处 九月后的时间也很好 但是从五月到八月的时间里将是一个挑战期 你需要非常的小心你的心理健康 必须要小心像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样的身心疾病 如果你已经患有某种疾病 从五月到八月的时间会给你的健康带来很多的并发症 因此在2022年你必须对自己的健康更加的谨慎 总的来说 这段时间对财富是有好处的 在这方面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那么从一月到八月的时间也会很好 从九月到十二月你的费用会更多一些 但是总的来看 如果你看到今年 他会给你带来经济收益 这一次对那些正在做工作的人 或者是在自己做生意的人来说也非常的好 总的来说 这次对你好处多多 而对于男女朋友的关系而言 这段时间将是一个比较战绩平平的时刻 如果你是单身 想找一个生活伴侣 那么四月之前的时间对你来说是好的 从五月到七月的时间有利于在人际关系中建立沟通 如果你想提高你的社交圈 那么2022年就是这个一年 今年你将加强你的社交圈 如果你已婚并且想要孩子 那么今年你将会取得成功 对于教育来说 需要更加的小心一点 上半年意味着从一月到六月的时间很好 但是在下半年 这意味着从七月到十二月 你必须努力工作 如果你想要得到百分之百的成绩 那么你要付出百分之四十的多余的努力 这意味着你必须付出百分之一百四十的努力 才能够得到百分之百的成果 那么接着他说 让我们谈一谈第二的数字 如果你是出生在二号 十一号 二十号 或者是二十九号 那么你将被称为是二号人物 对于你来说 今年将是一个最好的一年 将创造许多的激情生活点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今年给你带来了很多新的高度 但是今年将彻底的改变你 今年将是一个积极转变的一年 如果你已经患有某种疾病 如果你找不到解决办法 那么今年你就会得到解决办法 从五月到七月只有三个月 你将在健康方面面临一些挑战 但是总的来说 今年有利于健康 并且今年的财富将是巨大的 如果你在工作中想得到提升 那么今年你会得到提升 你也将在事业上达到下一个新的高度 因此在下半年也就是从七月到十二月 这段时间将给你带来很多的建设性的和积极的机会 对于人际关系而言 这一次也很好 你的意见分歧会消除的 如果你想结婚 那么请记住 今年就要结婚了 如果你想要孩子 那么今年你也会成功 从四月到七月这四个月的学习生活当中 你必须要付出额外的10%的努力 那么一整年都会对你有益 如果你想申请奖学金 那么今年你会得到 如果你想去出国深造 今年你也能够实现 总的来说 今年将有利于教育 下一点 他谈到了三的数字 如果你出生在每个月的三 十二 二十一 或者是三十号 那么你将被称为是三号的人物 对于你们来说 2022年将介于平均值和良好值之间 在上半场你必须注意健康 但突然之间 你的健康状况会在下半年开始好转 如果你患有任何的存在的疾病 那么在上半年 它会变得有严重一些 但是在下半年 情况会好转了许多 你将有机会在下半场得到治愈 如果任何一种长期的疾病仍在继续 那么他的治疗将在下半年会找到 对于财富而言 今年将是一个好的一年 在这段时间里 直到五月 对于从事某项工作的人来说 将是一个小小的挑战 五月一过 你就会得到晋升和理想的新的职位 对于如果你是做生意 上半年是非常好 但是下半年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坎坷 但是总体而言2022年将是有利于财富的一年 对于男女朋友关系来说 今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的障碍 如果你们在某些事情上有一些分歧 那么门塔奖应该在年前解决 否则到了2022年 你们的关系问题就会累积起来 他说你会觉得只有在那里结束这种关系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 因此差异将增加 如果你还未婚 并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生活伴侣 那么在下半年你将有机会获得成功 总的来说 在社交圈中 你会遇到这样的人 他们会使你变得更加的能够集中精力 更加的甚至有的时候会愤怒 有的时候会让你发泄 因此我们建议你今年不要扩大你的社交圈 而要注意力集中 专一为主 对于教育而言 你必须付出25%到30%的努力 多余的努力 意味着你要获得100%的回报 那么你必须付出130%的努力才行 你不能够靠运气生活 今年你不会得到更好的运气的帮助 然而在7月之后 一些事件将会发生 这将带给你一个积极的结果 但是总的来说 今年的教育将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现在呢 门塔讲到了第四的数字的人 如果你是出生在每个月的4号 13号 22号 或者是31号 那么你就是属于数字4的人 2022年将是介于平均水平和良好水平之间 为了健康上半场会很好 但是下半年你将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如果你在健康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困扰你 现在来看 可能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在下半年 你必须记住 如果你要是患有任何的慢性疾病 那么你必须在上半年 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 你不应该忽视你的健康 否则同样的疾病在下半年会变得更加的严重 今年财富是好的 你会得到新的项目 那些正在找工作的人将会得到一份好的工作 你可能在现有的工作当中得到提升 总的来说 这段时间会让你向上成长 但是请记住 你必须付出10%的努力 这意味着 如果你要是得到100%的回报 你必须付出110%的努力 如果你要付出这些努力 那么今年肯定会有利于财富 今年的关系将分为两个部分 上半年意味着1月到6月充满着挑战 但是下半年情况会突然的开始好转 从9月开始 你一直在寻找的那种关系将开始建立 你会看到的 他说 你的一整年都是这样 如果你是未婚的 那么你在下半年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生活伴侣 如果你想提高你的社交圈 那么你应该在下半年去尝试 你不应该在上半年那样做 在教育方面 你将在下半年获得更多的成功 这并不意味着上半年会很糟 但是上半年取得100%的成绩 你必须要付出110%的努力 今年的总体的教育水平将介于良好和一般之间 那么下面门塔又讲了数字5 如果你是出生在每个月的5号 14号 23号 那么你就是属于数字5的人 对于你们来说 2022年将是美好的一年 为了健康 如果你患有一些疾病 那么今年你就会得到治愈 而且2022年不会有新的疾病的产生 即便曾经有过疾病 也会在2022年有所改善 总的来说 只要付出最小的努力 你的健康就会恢复 对于财富而言 下半年将是平均水平 但是上半年非常好 在这方面 4月到6月将是你的最佳的时期 在一份工作当中 如果你要得到晋升 或者是想得到理想的职位 那这将是业务全面增长的时候 你可能会在合作中遇到一点小困难 但是都不是任何问题 如果你在自经营一些个体的职业 或者是你在打一份你自己将来发展的工作 那么今年对你来说将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对于男女关系来讲 上半年会很好 未婚的人会得到一个合适的生活伴侣 如果存在着任何的意见的分歧 他的解决方案将自动的或者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得到解决 今年是解决婚姻问题的一年 互动会增加 你的社交圈也会更好 对于教育来讲 今年将是一个伟大的一年 你会得到比你努力更多的结果 这意味着 今年你将获得25%以上的业绩 意味着 今年你应该去努力的工作 因为你今年更加的幸运 因此尽可能多的利用今年去做事情 今年将是值得纪念的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年 门打下面讲到了数字6 如果你的出生在每个月的6号15号24号 那么你就是属于数字6的人 对于你来说 今年是从好到更好的一年 你将见证许多的改变生活的事情发生 你会看到 今年你的生活将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你等待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你一直在等待的时间 所有的时间 机会就在今年呈现在你的面前 对于健康而言 5月到6月 有可能会有一些小疾病 那么剩下的时间都会非常好 健康状况会得到改善 如果一种疾病持续的时间很长的话 那么它的治疗的时间 或者是治疗的方法也会被很快发现 总的来说 就你的健康而言 今年是非常棒的一年 你会看到你的事业 而且财富都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如果你是在经营自己的生意 那么你的资金来源肯定是会增加的很多 比如说 如果你是从一条线上去赚钱 那么2022年的时候 你将会开发出来三条 甚至是四条线去赚钱 从那里你开始翻倍的赚钱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今年将是一个财政独立的一年 在这方面 如果你是在娱乐业 在媒体 在酒店 餐馆 那么今年你将会得到一个非常大的奖项 这一年 你将看到你的财富成倍的增长 如果你关心的是男女关心的问题的话 今年将介于一般与良好之间 在上半年 你将成功的找到一个合适的生活伴侣 在下半年 你会有一点点失望 你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生活伴侣 总的来说 如果你已经结婚了 那么今年你会经常的去旅行 你会成功的过上和谐的婚姻生活 记住 如果今年你在婚姻生活中有一些差异 或者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话 那么今年的解决方案马上就会发生 今年将是一个教育方面非常好的一年 你可以获得奖学金 你也可以获得出国深造的机会 如果你是在读本科 或者是你在读中学 那么你的成绩将比你的努力多40% 这意味着你今年将会是一个非常好运的 而且是全力被得到支持的一年 对于数字6的人来说 今年将改变你们的生活 你的生活将彻底的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说请记住这一点 门塔在下面谈到了数字7 如果你是在每个月出生在7号 16号 25号的人 那么你是属于数字7的人 对于你来说 2022年将是一个介于普通和挑战之间的一年 在健康方面上半年将面临着一些挑战 但是不知何故上半年又会很顺利 但是在下半年健康方面会有一点小小的波澜 也许你也会做一个小小的手术 如果有任何的现存的疾病已经发生了 那么他说相信你应该更加的谨慎一点 你必须要小心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 总的来说 这段时间对于健康来说是一个挑战 关于财富 他说建议今年不要换工作或者是职位 2022年就像是现在一样 未来的一年 但是如果你必须要想换工作的话 那么5到7月将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时期 否则你会从这个沟里调到另外一个沟里 总体而言 今年的财富将介于正常与平均水平之间 对于男女关系而言 这一年要变得更加的谨慎一点 记住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 如果你多年以来有任何的和你相处的男女朋友关系 你今年必须要保持警惕 而不是要去破坏他 你必须要更加的小心一点 上半年的情况是具有挑战性的 而下半年你们可能会有一定的分歧 但也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那么事情就不会那么糟了 会有起伏的 对于教育而言 他说请不要依赖于运气 你必须为自己的结果付出30%到40%的努力 否则你想要去进入的那个行业会有很大的障碍 总的来说如果你是学生 而且你的成绩是一般的话 那么今年一定要小心 不要有任何的损失 如果对于说整体的教育而言 你必须要多付出30%到40%的努力 那么下面他又谈到了数字8 他说如果你是出生在每个月的8号 17号26号 那么你属于是数字8的人 对于你们来说 2022年将介于一个良好和平均水平之间 在健康方面 如果一个现存的疾病 或者是某些不舒服的问题存在的话 那么你将得到恢复或者是治愈 从8月份开始 你的健康状况会突然的好转 除了在5月和7月之间 其他的时间健康都会非常的好 财富方面 上半年是好的 下半年要小心失财 对于员工来说 这将是一个好的提升的机会 对于自己做生意或者是投资的人士来说 这个时间可能不是最佳的投资时机 在这方面 如果你有一个合作的伙伴 那么你的合作的伙伴 也有可能会和你破裂 这一次对财富的总体的预期 将是好坏参半的 在那里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坏 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 那么在男女关系方面 如果你正在寻找终身的伴侣 那么你会在下半年获得成功 如果你有任何的与孩子有关的问题 或者说你想要个孩子的话 那么上半年的成功几率要高得多 总体来说 今年你们的关系会成功 而且会持续 你的社交圈子也会加强 你会被介绍给新的朋友 你会在社交圈中得到帮助 对于教育而言 你必须要付出10%以上的努力 才能够获得结果 如果你是学生 还有可能获得奖学金 总的来说 今年将有利于教育 再下来门塔讲到了最后一个数字 即数字9 如果你是出生在9号18号或者是27号 那么你就属于是数字9的人 对于你来说 今年将是介于普通和挑战之间的一年 在健康方面 你会在过去的问题上得到帮助 所以旧的疾病会得到治愈 但同时 你也会从下半年开始患上一些新的小的疾病 所以总的来说 这段时间对于健康水平来说是平均的 如果在深一步的探讨 他说下半年或许会有小手术的可能 所以要必须小心 对于财富而言 直到4月的时间都是美好的 但是从5月到7月 挑战性的时间将会接踵而来 如果你不小心 你很有可能会面临一定的损失 总的来说 你将获得晋升和成长的机会 从5月到7月要小心一些 在这段时间里 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将面临巨大的损失 就男女关系而言 在上半年 你在对方的眼里的印象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损害 所以你必须要小心这一点 你会在下半年取得好的印象 如果要是想结婚 你也可以在下半年找到一个合适的生活伴侣 总的来说 这段时间会是好的 但请记住 在上半年要小心一些 对于教育而言 他说建议是 你必须要付出 125%更多的努力 如果你要想出国深造 那么今年 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时机 2022年 你可能无法在你想要的地方 获得入学的许可 或者 如果你想要入学 你必须要付出 25%以上的努力 总的来说 2022年 在教育方面 有一种说法叫做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所以需要更多的努力 以上就是门塔 这一期视频给我们分享的 数字命理学 信不信都没有关系 信不信全由你把握 爱不爱 全由你操纵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